大家好,我是彩虹 夏天要多吃绿豆,结暑又下火 放锅里蒸一蒸,出锅后瞬间变美食 做法真是简单到家了 300克绿豆提前泡发,淘洗干净 倒入到蒸锅里 摊平,这样受热更均匀 水散开后蒸25分钟 将蒸熟的绿豆倒入到大碗中 按个人口味加入白糖 再加入20克烈乳 130克糯米粉 100克椰尖 100克牛奶 搅拌均匀 搅拌好之后,是可以缓慢流动的状态 然后倒入到合适的容器里 圆盘方盘都可以 记得铺好油纸,方便脱膜 再次放到锅中 水烧开后蒸25分钟 时间到取出来静置凉透 再放到冰箱里冷藏一夜 如果着急吃 也可以冷冻1-2个小时 取出来表面已经定型 脱膜 撕去油纸 再按自己喜欢的大小切成小块 装盘开吃 最后也可以在表面淋上一些糖桂花或是蜂蜜 口感更佳 冰凉解暑的绿豆糕 豆香非常浓郁 夹炸着椰香桂花香 口感丰富,美味极了 做法简单还好吃 朋友们赶快做起来吧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,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